在北美广袤的土地上,你经常会看到一些废弃的拖拉机或者汽车屹立在田间地头,成为一段凝固的历史。 在安省东部,一个叫Nevan的小镇,就出现了许多古董级的拖拉机。 这个展览展出的拖拉机最年长的,要数这台1929年制造的铁箍轮子的拖拉机。 因为年长,它依然昂首第一个驶过街道展出,在后面你会看到它行驶的风采。 这些拖拉机都是上世纪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年代生产的。 经过岁月的洗礼,依旧发挥着巡游的作用和展览的作用。 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制造最早的东方红五十四型履带拖拉机,于1958年7月才出厂。 1959年底,中国依托正式建成投产。 在那些年代生产的拖拉机现已难觅踪影。 相比之下,北美的这些古董却在民间收藏比较多,而且仍然能够使用。 所以把这个小镇Nevan翻译成奈丸,是再贴切不过了。 小镇Nevan翻译成奈丸,是再贴切不过了。 小镇Nevan翻译成奈丸,是而贴切不过了。 大小镇姿 misma样。 小镇姿只要 跟自己伴在其中心。 小镇姿 И. 小镇姿或比较多,华公圆遇下来。 小镇姿・小镇姿和公圆遇下来。 小镇姿和转移动作用、一切真后的固件。 小镇姿和大蒜是一切串规合。 小镇姿,和崇姿和保里面翻译成奈与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